话音刚落 徐达就真的将酒浇了下去 徐达的一波操作 不仅吓傻了汤河 也吓傻了一众将领 此时的空气瞬间将至冰点 而汤河为了缓解朱元璋的尴尬 对着徐达上去就是一拳 大哥 您千万别生气 千万别跟小弟一般见识 汤河 这不干你的事啊 你慌张呢 再说我也没生气啊 汤河一听这话就知道他是真生气了 于是赶紧让徐达起来给他认错 谁知徐达不仅不认错 反而对着汤河就是一阵排头 说完就呼呼大睡起来 朱元璋见他如此便也没说什么 立即派人将他抬了下去 然后立即起身将袍子往腰带上一缠 便开始了他的救场环节 这碗酒是咱兄弟徐达 敬给咱的 咱没喝 所以被他浇了个满头满脸 此话一出 全场热闹的氛围感瞬间拉满 此时的他立即话头一转 既然这是徐达的敬酒 我自然是喝的 可是喝完之后 我便从此戒酒十年 因为喝酒勿实啊 搞不好还会被浇了底头 说完就将碗中的酒一饮而尽 接着大手一挥 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话音刚落 全场瞬间欢腾起来 瞬间将刚才的不愉快望的一干二净 说实话 朱元璋的救场能力确实不错 很赞 然而高兴不过三秒 瞬间就被汤河灵魂拷问 这李先生为何不到 此话一出 瞬间戳在了他的麻巾上 朱元璋的一席意味深长的话 瞬间就拉起了他的回忆 原来在朱元璋拿下精灵城的时候 冥王的旨意变道 不仅没有责怪他对郭天旭的见死不救 反而大赞他智取精灵 晋升他为虎卫大元帅 统领将南中书阁省平章正式 此时的朱元璋可谓是走上人生巅峰 可下一秒就是他的诛心之举了 自从咱们取精灵为根据以来 短短半年 咱们的军力就扩大到了六十五营三十二块 战成池十七座 土地近千里 总而言之一句话 咱们扩强 强大成为一方诸侯了 一席话说的底下将士热血沸腾 可让他们更为激动的还在后面 徐长 莫将在 听着朱元璋喊着一个个熟悉的名字 李善长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 不知道身为谋士的他 会被朱元璋封个什么关呢 可一直到最后 他都没被提名 这让他瞬间阿塞 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 他便想明白了 这朱元璋还是记着他背叛两回的事呢 之前自己就说过 这朱元璋重情 对背叛这种伤害感情的事 他肯定不会轻易忘却 所以才没给他受风 原来他心里还有气呢 想到这里他也就释然了 然而就在这时 汤河的突然造访 让他有些受宠若惊 然而汤河来时告诉他 朱元璋让他去讲学 这让尴尬的李善长 立即表示自己早已跟朱元璋请了病假 今天不上班 此话一出瞬间遭来汤河的抵制 看你现在的神情这么活泛 哪像是生病的样子 要并怕也是尴尬病 别默契了快走 汤河的一席话 瞬间让他被迫营业 看来这次是躲不掉了 于是他便趁这次机会 将事情做个了结 朱元璋一听这话 瞬间露出满意的笑容 听着李善长的认罪之词 朱元璋便决定再给他一次机会 你说这郭天旭是怎么死的 是被援军杀死的 还是被咱朱元璋给害死的